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鲜逆》 作者 尔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一千三百三十一集 今夕恒云有雨 直至这近百修士 拉扯着那修真心啊 从白衣人身边彻底的过去后 众人才略松口气 此人修为绝不简单 看其样子应该不是我罗天之人 眼下四大星域的壁垒被打开 相互之间只要有路影就可以任意穿梭 此人应该是来自其他星域 随着渐渐远去 战空烈转身 遥遥地望着身后一只默默看来并没有离去的白衣人 皱起了眉头 此人 阴阴好像有些熟悉啊 汪灵望着前方那群修士 望着其内的战空烈 眼中浮现追忆 对方的样子比当年略老了一些 想起当年的雷池内 这战空烈明明修为比自己高 但却在自己借雷霆之力 明悟了一丝本源后的目光中啊 被惊吓出一身冷汗 更是拜自己为主的一幕幕后 王林脸上露出微笑 能看见故人 当为人生一大幸事 王林微笑中了 转身向着远处走去 他很开心 王林越走越远 渐渐与这近百修士之间的距离慢慢地变得无尽了 战空烈始终皱着眉头 就连身边修士的话语也没有听到 望着对方缓缓消失在目中的深夜 那种熟悉的感觉始终环绕在心间 挥散不掉 很熟悉啊 战空烈沉默中转身 随着身边修士向前飞去 但他的心神却一直在思索 这熟悉的感觉来自何处 在他的脑中 那白衣人模糊的身影不断地浮现 转身之际那一头白发的甩动 也清晰地在他的脑海中一遍遍起伏 我一定见过此人 战空烈揉了揉眉心 但就在这时 他揉在眉心的右手 突然一顿 其脑海中那白衣模糊的身影 渐渐地与那记忆中极为深刻的一个人缓缓地冲迭 在完全融合的一刹那 战空烈脑中轰的一声 如十万雷霆同时爆开 让他的身子猛地一震 他的眼中露出不敢置信之色 下意识地转身之后 他的面色立刻就红润起来 其双眼睁大 短暂的恍惚中 他可以听到自己的心脏 怦怦地跳动 是 是他 战空烈没有任何犹豫 双脚猛地向前就一步迈去 奇速如雷霆一般 刹那间就直奔远处 王林离去的方向 疯狂地击齿而去 他这突然的行动啊 立刻就让其身边那劲百修士 纷纷愣在那里 战空烈几乎展开了全部的速度 轰然间跨越无尽星空 在他的前方啊 星海茫茫 却是再也没有了王林的身影 直至许久 战空烈身子停下 眼中露出苦涩 为什么不叫我一声 他站在那里 许久许久 时间流逝 战空烈沉默中向着前方星空默默一拜 轻探中转身离去 罗天星月 在其身处有一片空旷的星空 这里较为荒凉 修真星也大都并非灵气很足 其中有一颗不大的修真星 散发着阵阵柔和的光芒 在这星空深处 缓缓地转动着 这颗修真星上 海洋占据了七成 陆地被零散地分开 远远看去啊 如同一颗蔚蓝的水球 清灵星 其上也有修士 但大都修为不高 应变者唯有三人 眼下 在这清灵星上最高的一处山峰顶部 这三个鹰变修士啊 正恭恭敬敬地站在一个老者面前 那老者身穿文山 看起来不像是一个修道之人 反倒像是凡间的文人宗师 他平静地坐在这山峰顶部 一处石台之上 在这里 他一坐便是八百多年 这一切只因当年其师尊的一句话 我这一生没有任何弟子 你知道与我有因 可守你为记名弟子 此山横云便送你暂且修炼 我不传你任何道法神通 只送你一场感悟 老者缓缓睁开双眼 没有去看身前三个鹰变修士 而是落在了远处天边的云霞 默默看去 你三人退下吧 此星是师尊的 师尊未归此星上的一草一木 一山一水 谁也不能驱走 可是眼下备战之中 雷仙殿既下了仙命 三日内就会来临去星 我们三个鹰变修士中啊 有一人眼露焦急 正开口时 被那坐在石台上的老者 目光一扫 仅仅是一道目光 这鹰变修士就心神一震 不敢再说 三人恭敬抱拳 弯腰离去 老者沉默 望着天空的层层云雾 默默地坐在那里 许久 天空隐隐有雷霆传来 不多时啊 阵阵风声呼啸 在天幕上形成了一片片 滚滚乌云 遮住了天 遮住了阳光 花花之声 游远极近 雨幕沙沙而落 从远处如青盆一般来临 把这大地 慢慢地包裹在内 雨水很大 落在了这山峰顶部 发出连绵不断的雨响 在这雨幕中啊 天地也变得模糊了 风也很大 吹着雨水从老者身边扫过 打湿了其衣衫 但却遮不住老者 望着天空 等待的目光 一声叹息 似乎在这天地间 被风吹来 落在老者耳边 这老者身子 漠然一阵 眼中露出激动之色 我记得 你的名字叫做谢青 今夕横云有雨 挂满山间 故人来 雨滴迎地而落 打在山石上 发出哗哗悦耳之声 只是这雨急了些 密密麻麻之下 乱了那曲叶 反倒有些烦乱了 索性还有风 吹卷着一幕幕雨水 冲淡了这一丝烦乱 走出了一曲 天地与山的浩荡之势 风雨中 横云山顶 一袭白衣 不知何时出现 在那雨滴之声下 在那风声谈雨中 默默地站在山顶 望着身前石台上 激动的老者 没有去阻止雨水 临时衣衫 没有去如当年 明雾唤雨之时 刻意地不愿雨水淋身 王林就那样 默默地站在雨中 任由雨水 打湿了衣服 丝丝凉意 穿入身体 湿露了满头白发 但在王林身上 却是没有 哪怕丁点的狼狈之意 有的只有一幕 极为自然 好似王林 就是这山 这地 这一草一幕一样 王林的脸上 带着微笑 望着石台上的老者 师尊 老者站起身 激动中 跪在了那里 雨水落在其脸上 顺着眼角流下 分不清楚 一别八百年 王林再次回到了青灵星 回到了这个曾经 寻到之处 看见了这当年 他收下的记名弟子 谢青 对于王林的一生来说 仅仅是一闪而过的画面 但正是因为此人的存在 使得王林当年 意境圆满 故而产生了一丝因果 使得他动了收徒之心 即便是王林 也没有想到 这之前一丝因果 所造就的弟子 竟然在这青灵星的 横云山上 一座八百年 八百年的时间 谢青感悟王林 给他的意境 在那默默的追寻 与思索中 凭着其当年 为俗奸 文人宗师的智慧 其修为 可谓突飞猛进 只不过 谢青没有修炼过 任何功法与神通 他所修之路 与天地间 所有修士 甚至与王林 都大不一样 王林所修 是道与神通融合 凭着神通 慢慢感悟大道意境 而谢青呢 则是完完全全 放弃了神通 只修意境 此刻的谢青 其肉身 极为脆弱 一把飞剑 就足以让他送命 其身体 似乎已经到了 游进灯窟的边缘 但其生机啊 却是磅礴 使得他生命不灭 他的肉身 尽管脆弱 但这八百年的感悟 却是让谢青的意境 已然超过了 寻常修士 八百年 可以修炼的一切 若以意境悼念而论 就算是窥涅修士 在谢青面前 也无法匹敌 他的意境 已然直指静涅 达到了 出窥规则的地步 这是一种 不存在于 世间的修行方法 与古神一族 极端的炼体一样 谢青 只修意境 甚至在谢青的体内 没有原神 没有原因 一切修士 应该存在的内神 他全部都没有 有的只有那 磅礴的生机 弥漫的魂 就连谢青自己 也都说不清原因 他不知晓 一切修行的方法 只能在亡灵 送给的感悟之中 默默地 感悟了八百年 修魂吗 王灵望着谢青 沉默在了那里 修仙者 梦寐成仙 勇士长生 修真者 寻觅真我 洒脱事外 修道者 印证本源 自身为道 而修魂者 以魂入命 天地均轻尸 王灵望着天空落下的雨水 那雨滴打在脸上 有些冰凉 缓缓开口 谢青跪在石台上 神色流出迷茫 懵懂之色 许是雨水渐大 落在其身上 湿漉漉的衣衫 贴着身子 很不舒服 谢青迷茫中 下意识地 右手抬起 凝聚出一个 他自行凝悟的小法术 随着其右手印记 天地红然一变 却见那雨水 在横云山顶 改变了方向 如同被移开一板 落向四周 王灵摇头 轻声道 你还是没有完全地 放弃一切神通 谢青 你看这山 在其生长之中 可曾阻挡雨水降临 你看这河 这大海 可曾在雨水落下时 有半点排斥之意 你看这一草一木 一切的一切 除了我等万物之灵外 可有去阻止雨水临身者 你既羞魂 可惜这一句皮呢 道家有言 反仆归真 世人能真正明悟者 实在是太少太少 即便是为师 当年也曾自认 明悟了这四个字 但经历了过往之后 再回到了罗天之时 却是有了顿悟 反仆归真 便是要把自身 融入这一草一木 一山一河内 拜托万灵控制 成为这天地的一部分 这 才是反仆归真 谢青身子一震 隐隐的好似明白了一些什么 王灵右手抬起 向前一挥 顿时那谢青的小法术 立刻消散 雨水没有了阻挡 再次落了下来 淋洒横云 若你把自身 看成这天地的一部分 若你化身成为天 成为地 这雨实际上 也如同你的无数血液 为何要去阻止它们 风雨雪雷 等等一切自然之物 你就是它 它们也是你 何来如此 何来阻碍 八百年的时间 你还是没能够彻底 明误当年我给你的造谎 当你可以舍弃这具肉身 忘记了一切 你明误出来的法术 只剩下了一缕道魂之事 你可去寻我 王灵望着沉思的泄清 右手抬起 向着天空虚无一抓 这一抓之下 天地色变 风云倒卷 那滚滚的乌云轰鸣 弥漫了小半个青灵星的雨水 骤然间好似欢呼一般 从四面八方呼啸而来 转眼之下 这乌尽雨水 如海一般 轰轰临近 在这横云山顶 赫然就相互融合在一起 化作了一把高约万丈的 巨大雨剑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 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 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鲜逆》 作者 耳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